解說是154頁的第二題 這個題目基本上因為老師這個線 跟課本有一些不一樣 所以我這裡標一個紅色 我們一樣先從斜線 先畫輔助線 這些垂直線 再來我把RP畫上去 可是這一條線 因為我們RP是一個基準線 所以如果要量這裡 又要量這裡 又要量這裡 其實這裡是不必要的 所以像這個題目 我現在倒過來我先不畫RP 來 我先量這一段 其實不知道RP也可以畫得出來 這個物體 只要你觀念正確的話 比如我現在從這裡畫 好 所以我這裡畫 所以如果你可以看到 如果我這個東西是完整 完整的造型的話 它基本上是像這樣子 好 可是我現在知道這一段 好 知道這一段距離 所以這一條線是這一條線 好 這樣子對過來 這一條線是這一條線 再來我要知道這一段 好 好 這裡剛好 正常來講 這要做一條線 你才可以很準確地量這一段距離 好 這樣子就OK了 所以我們來看 我們用紅筆 讓同學可以看得比較清楚 好 可是畫完了之後 然後RP要畫上去 RP 好 現在 這一邊 跟RP是靠在一起的 所以我們要量這一段距離 量這一段距離 畫過來 好 所以實際上 說實在 沒有RP 我們也可以畫得出 這個 輔助式圖 可是如果聯考 有RP這條線的時候 你也要畫上去 所以這個就RP 好 所以這個就是 答案 所以答案就像這樣子 好